小的厕所当中有时间厕所已经老旧破损 需要改善 而在109学年度 学校市已经送出的计划工程经费都已经核定 但却迟迟没有经费下来 无法发包失作 而如今终于整修完工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日前就会同家长会长还有校长 来到学校关心完工后的厕所 并表示希望为孩童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新北市淡水区新兴国小厕所当中 有时间厕所已经老旧破损 需要改善 过去在109学年度 学校所送出的计划工程经费都已经核定 但迟迟却看不到钱 无法发包失作 到现在终于整修完工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日前会同家长会长与校长 来到学校关心完工后的厕所 议员表示 明亮通风的环境 让孩子不用再害怕上厕所 更是为孩童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新兴国小的这个厕所有时间 在两年多前有接受到教育部的一个补助 但是呢碍于这个行政流程的关系呢 补助经费一直没有下来 一直到今年终于把这个中央把经费合拨下来了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厕所这个重新改造后的一个状况 这个灯光呢非常的明亮 而且通风 那也这个标示呢 各方面都非常的清楚 那也听说我们的小朋友在这边呢 下课的时候来上厕所 也都不会觉得这个 也不会有这个心理的一个恐惧 也都会愿意来这样一个上厕所 医员表示 过去这将近800万元的整修经费申请许久 这一次终于在今年核定施工 在厕所设计当中 不仅是使用通风设计解决臭味问题 更提供了坐式马桶 让学生使用选择更多 外观也彩缤纷色彩主题风格 期盼可以让孩子在上厕所时能够更加放松 感谢韦杰议员的协助帮忙 我们新兴国小关海楼的时间厕所 顺利在暑假开学之后 的十月底 如期如值的一个完工 这样的一个厕所的明亮度 还有干净度通风度 都非常受到学生的一个喜欢 觉得说我们现在的上厕所的整个环境 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很清楚的标示 然后包含这个无障碍的设施 然后连水龙头的省水的这个水龙头 也都已经做好了 对那我想除了干净跟通风的环境 对那真的再次谢谢韦杰议员 还有我们连日来不休息的工班 一直帮我们加紧赶工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可以享用到这个设施 校长表示过去在学校关海楼的时间厕所 老旧有许多地方都漏水 容易堵塞 及冲水设备常常故障等不变 这次在教育部国教授经费补助之下 终于完成 也感谢市议员陈伟杰的关心 这一次更另外设置了无障碍厕所 提供热水冲洗设施 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 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让学生有一个干净卫生的厕所使用环境 记得许多人一淡水采访报导